那么我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啊 咱们Copy一份 咱们接下来呢继续去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的去实现啊 实现Copy01啊 然后呢叫做03啊 03干什么呢 将http啊 将这个web服务器和啊 逻辑处理的代码分开啊 分开啊 写着股通筒了啊 -r分开 那么接下来 我进入到03 怎么分开呢 这边的讲 你这里边是不是只完成了一个什么 是不是只完成了一个cdp的功能啊 那来一个请求 我接下来判断判断 它是进他的 我接下来就调别的地方 不就完了吗 这个代码呢 我先考一遍 咱们刚写那个啊 Copy上一层路径里边的 02里边的那个叫做web server 当天路径 覆盖 好了 我先看一下 咱们刚刚这个写过 是不是咱们已经实现了 这个地方 是不是已经返回了这么一个动态的数据了 对不对 那么我这个地方动态的数据 我干净什么事情了 你不是要分开吗 分开就分开嘛 对吧 来 接下来我这个地方写个什么呢 比方说就到 迷你啊 下温线啊 frame.py 我就是写了很简单 听懂了吧 你叫什么都可以 你刷刷刷这票 已经 干什么呢 我在这个地方 来 地方 太 比方说 比方说login 我只假如说login 接下来return 欢迎 这个 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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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啊 我什么什么 website 啊 好了 我写了这么个东西 然后呢 time啊 时间 time 那么这个地方呢 还是一样的 我这个地方呢 写上一个time点 fetime 我一会儿的时候 你别着急 咱们就把它变得更复杂了 咱们在前面 既然你在这个模块里面用到了 咱们就怎么着了 导入 那么这个模块叫什么名字呢 叫 当前的路径下 请问这个哥们是不是就是导入这个模块了 是不是叫mini frame 好了 我这个里边完成htt请求 我接下来判断是动态的 我就调他 请问这是手机解了 这不就分开了吗 来 vrm web server 打开 我要用 怎么着 导入 mini frame 没错吧 请问 既然你导入这个模块 那么接下来 咱们缺的是什么 是不是就应该把这个body 由原来的这句话 给它改成body 等于 咱们mini frame 点login 是不是相当于咱们这个地方 如果改用test的函数的话 是不是这个地方具体要test的了吧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好了 让他们再看啊 这个时候 python3 web 都解了 他的端口是多少了 7890 来 只要是点py接位了 刷 刷刷刷刷 那么我将来能够干净什么事情呢 首先咱们已经看了成功了 第二个 大家看 我接下来我想修改mini web框架 我这个地方 我不想写我要come了 我想写上一个 原来写那个 请问 我改的这个代码 和那个http服务器有关系吗 请问这是不是一种结果 不就解开了吗 你写你的 他写他的 OK 当你的web服务器再配运行的时候 你看 原来咱们是welcome 大家发心 这welcome哈哈托了吧 变了 请问这是不是就是结果啊 但是这个结果 那有人说了 东方你这个结果都是实现的简单 你不管怎么说 反正我实现结果了 但是呢 一个真正的网站 他们是不是有可能很复杂 复杂到什么程度呢 来 同学最挑 我把这个都运起来啊 复杂到 你这个地方 如果请求的是login.py 它应该返回一个登录界面 如果你这个地方请求的是一个 比方说叫的这个 register 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返回一个 另外一个页面啊 如果你这个地方 比方说返回叫到 profile fail 那么是不是有可能显示 是不是个人一些信息了吧 那么一说 个人信息 请问是不是模板 是不是一个样子的模板 但是这个地方的头像 变成了你的头像 这个地方的用户名是你的 这个地方你的生日 这个地方是你的什么 这个地方是你的落入名等等 请问一个页面 基本上是大体样子 是不是这样子了吧 那么模板是一样的 那么如果我请求的不一样的 这个我请求的是不一样的时候 将来的数据 有可能模板是一样 但是数据毕竟也不一样啊 那么这个时候 言为自己他们 有可能呀 你将来处理逻辑这个过程 有可能比较复杂 那么比较复杂的时候 最终一个体现 最低 浏览器要是请求的很复杂 你接下来这个简简单单的 这个miniweb框架 还能实现得了吗 你通过在这去导入它 就实现得不太好 就简而言之能度 但是不太好 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 我这个框架名叫什么 请问你的web服务器 是不是就必须地导入什么了吗 这是不是第一个吧 第二个 那么 我这里边如果有很复杂的东西的时候 比方说浏览器里边传了一些很复杂的东西 比如说 我之前已经登录了 你的web框架 怎么来判断这个用户已经登录了 有很多东西来去做 简而言之一句话 我在这个里边 vrm 打开它 我在这个里边 在第74行 是不是通过导入模块的方式 是不是调用这个函数了 你单独的这么做 有可能也不太合适 咱们为什么呢 因为我接下来要实现的一点是 请问 你咋知道调用login呢 你应该做什么 你看啊 你是不是应该是这样 if fail name 如果等于 login的py 咱们接下来调这个 lif fail name 等于 比方说 我只是假如说 比方说叫 这个叫做resister.py 那么请问 接下来咱们的body 是不是又应该等于 mini frame里边的resister 至于这个名 你到底叫什么 同学 我为了不出错 你请求的是什么 我就调那个里边的函数叫什么 听懂了吧 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我如果功能实现的越多 请问 是否我依然需要在http服务器里边 需要去改代吗 你做了login 你做了登录 你做了注册 你做了注销 你做了显示个人主页 请问 我这里边是不是显示很多很多 ifalf了 还是没有真正的分开 我加一个功能 服务器里边就加 我上一个功能 服务器里边所有就改 还是没有真正的分开 想要真正的分开 是怎么到了呢 只掉一个函数 就是永远我掉那个函数 大家确定好 我不变了 你那个函数 你该怎么掉 你怎么掉别人去 请问这个事是不是就解了吧 好了 那么也就是说 一种升级方案是什么呢 我再写个版本 copy03 03 我复制一份 杠这个升级版 把这个给称零四 Ctrl E 在最后加上杠R 好了 CD到零四里边去 VRM 请问他们 我怎么才能叫更通用了 我迷你 你看你这个地方 又有登录 我只假如说 选中 Y P P 好了 改个名字 WW Db 然后呢 这个叫做 register 然后呢 这个叫做 只是假如说 叫个人主义 或者叫个人中心 叫个center 或者是叫profile 对象叫profile吧 profile 个人中心 那么这是登录 这是主题 这是个人中心 可以吧 为了给一下名字 我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 加上一个东西 这是 这是login 然后呢 在这也加上一点 这是 register 这个呢 叫做profile 好了 那么 我这里边写什么功能 按照咱们刚刚所说的那个道理 是不是 你得给HDP HDP服务器里面 数据去给啊 多么麻烦 你不让他给 这是最合理的 怎么做了呢 来 Diff 我定一个函数 咱们定一个通用了吧 叫什么呢 比方说 叫application 函数 你等于就定义好了 我就掉这个application 行不行了 行了 那么 我接下来 这个地方 我写了一个application 我的目的是干什么 我的目的是干什么 来 因为咱们加了这个代码 有可能比较多了 我干件事 我打个sublim 我用sublim来去做这个事情 关 这是之前的 全部关掉 然后呢 把这个也关掉 从项目当中删除 好了 看着啊 我把这个文件夹04 直接拖到这 松手 就过来了 这样咱们将来看代码的更合理 把它变大啊 好了 咱们刚刚 是不是写过了一个web服务器 放了稍微小的 放了稍微小的 来 咱们写过这个web服务器 在这个地方 根据用户的请求不一样 咱们接下来去吊他的手 你看我一会儿看这个 一会儿看这个 多么麻烦啊 来 往上走 他有的时候显示不出来 你再打个一遍 有的时候显示不出来 再打个一遍 把鼠标往上抖 有一个东西叫做使图 然后布局 是不是有个 这个 点他 来 把这个拖到里面去 这两边不一起看了吗 来 看着啊 我这个地方是接受浏览器的请求 浏览器请求的是这个 我应该掉这个 浏览器请求的是这个 我是不是就掉这个了吗 但是我将来 同学们 这个地方是不是又相当于紧密 程度是不是又比较大 怎么做的呢 不做了 把这个 不要了 选中 pintr斜杠 全平掉 不要了 加了干什么呢 应该是同学们 我是不是应该是掉用miniwebframe 的application 是吧 我应该掉它 那它不就被掉了吗 请问 我只掉一个的目的是什么 是吧 是否也就意味着 应该你把浏览器请求的这个文件名 或者是这个名 传到这里边去 请问是不是就传到这里边来了 这里边 它自己根据相应的if条件 接下来啊 这里边if 比方说feil 下回线name 等于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在这里边写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斜杠 比方说login.py 那么我接下来 用什么呢 用login login 那么 login呢 没有没了呢 我按回车 为什么没有了呢 login 好了 我不按回车了 行不行 在这 好了 不按回车 还不行 还必须下去 lf lf 然后feil name 如果要是在这个位置 等于 这个叫做 resist.py 那么我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就调用 叫做 resist 这种时候就能接五了吗 怎么体现 这是服务器 他接受到任何动态的请求 即咱们现在规定是 任何py结尾的请求 咱们都调这个模块里边的这个函数 让这个函数 根据请求的用户名是什么 接下来 他自己就去调 请问 师傅 我就做了一个效果 我服务器基本上就不用变了 而我将来这里边 你想怎么改 你只要定义这个函数 你接下来定其他的任何东西 你想怎么定 是不是爱怎么定 怎么定下 请问这么一个处理方案 是不是就比较好了吧 也有 基本上就怎么解开了 但是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 问一个问题 我这边想要知道 你请求的是什么 那我你怎么着 是不是 我得把东西传回去吧 我怎么传啊 Fail name 请问 接下来是不是这个文件名 是不是就往这里边传了吧 想要这个地方执行成功的话 同学们的怎么多 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得来个东西 是不是也得选择这个名的吧 那么接下来 他如果是这个的时候 调用这个 如果是这个的时候 调用这个 可以吧 这个地方呢 我把他的这个换行 是图里边有个自动换行 给他抹掉 好了 这个时候同学们 咱们再对比对比 我去 假如说我请求是logging 他就掉这个 我请求的是resist 他就掉这个 我请求是profile 他就掉这个 对吧 对啊 如果我请求的东西 和我现在写的没有写 对应 怎么办呢 是不是就是 是不是就是els了 那els 请问同学们 我这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return一个东西了吧 比方说nota 比方说found found you 这个page 好了同学们 那么请问 只要浏览器请求的东西 这个就有反应 这个有反应 他就把文件名 扔给咱们这个 那么接下来 这个根据你请求 到底是什么 接下来就掉这个东西 对不对 请问我这个地方 是否应该找一个东西 叫做body 是来接收这个函数的返回值 这个没法吧 是否意味着 你不管是要掉login login还是掉resist 是否应该前面加上个return 为什么要加上个return 我先去调用login login返回的值 反到这个地方来 我得把这个值 返回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地方 我得把这个值 send to发给浏览器 请问这个事 是不是太真正的完成了吧 对不对 这么多 这就是节目了 这么多 这就是节目了 好了 看这 接下来 咱们回到这个版本 第四个版本 python 3 我爱个服务器 走起 首先咱们访问一个profile not found your page 咱们再来一个login login 走 这是登录的那个页面 然后咱们再来一个 比方说咱们访问的是 这个叫做什么呢 resistor 这是不是登录的页面 可以吧 那么同学们 这个地方大家也没发现一个特点 是不是现在咱们已经实现了个功能 是不是让服务器的功能 和咱们写的这个简单的这么一个 逻辑处理的这么一坨代码 是不是之间已经实现了节误的特点了 能听得清楚了吧 这就是咱们刚刚写的这个功能 就把这种方案 给它升级成这种方案 请问最终 你这个框架里边 你爱怎么写怎么写 请问将来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没有特别大的关系了吧 但是说不容易点什么关系呢 即我将来掉这个模块的时候 必须要掉用它里边的一个 咱们约定好的一个寒服名 否则这个事是不是就不对吧 好了 这是我刚刚给大家说的这么一种方案 实现了服务器和咱们将来要做的这个框架 是不是已经给它分开了吧 这个.ty就可以理解为此次的框架 那个htb服务器实际上的行为 是不是就是它了吧 基本上就做的这么个特点 这就是现在咱们实现的简单的这个框架 他们两分钟给大家理一下 理一下啊